他叫做林泰 他來討債就注定有人要領便當 我自己說 天這個女的真的很狠 反正為了利益 不管別人死活 然後現在朋友 有時候打電話給我或傳簡訊 林泰 我可以來拜訪你一下 我就說 可以拿你的房子來抵押 我考慮一下 覺得很好笑 她老公先傳簡訊來說 林泰氣場太大 那我說以後叫林先生 她說她一直是林先生 你看老婆回家 能把林心磊拍得如此驚艷 就是民導王家衛 朝备四年拍攝三年的 首部電視劇《繁華》 自去年底播出後 在中國掀起一股繁華旋風 劇情改編自同名小說 描述主角阿寶 如何在90年代上海商場廝殺 抓住致富機會 又免於破產的故事 找來呼歌擔綱男一阿寶 女主角則有馬伊莉 唐嫣和辛之磊 而林心磊則從電眼女生 分辨商場橫角色的林泰 也是劇中關鍵人物 這是我其實結婚之後第一部戲 怎麼會接到這部戲 我記得那是疫情那一年 2020年 然後導演他們打電話給我 有一個角色要找我 跟我說這個角色 他是從哪裡來的 是一個對台灣女強人 跟阿寶之間有一些交易 就這樣子 就這樣 嗯哼 我說OK好 結果 整整一年之後 2021年 又問我 欸你的戲份快要拍到了 我什麼時候有空 2021年拍攝我的部分 然後之後在2023年又出現了 你拍的總共多長 可能加起來至少10天吧 因為他一天可能拍三個鏡頭 打個光要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然後是單機拍攝 所以花的時間比較多 可能比如說我們化妝的時候 他會給劇本 但是化妝完可能又有個新的劇本 新的版本 你完全猜不到他想要拍的是什麼 沒錯江湖上有個傳說 就是大家永遠猜不透王家衛 除了沒有固定劇本 還有重拍地獄等著各位 我從夜裡的大約11點 一直拍到夜裡的2點 我不知道自己拍了多少條 但我只知道我沒有喝一口水 我忘了是36條還是46條 我在這邊要誇一下唐妍老師 我們有一場戲 你們將來會看到 那場戲 導演說拍了86遍 一共兩天 我說導演 我不行了 導演說你怎麼了 我說我心太崩了 那你有NG很多次嗎 其實還好 至少沒有五六十次 但是如果有 我覺得也可以接收 你們也知道導演拍攝的角度 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有最誇張的pose 就是你剛剛吃在那邊 對就是我跟那個阿寶 在裡面談事情的時候 我是這樣子的 真的脖子會有點不舒服 但是效果是好的 所以他真的很厲害 你是跟馬伊莉比較熟是不是 對因為他是我鄰居 他一直鼓勵我 你一定要出來拍 你為什麼不出來拍 我就說 因為沒有人幫我照顧小孩啊 其實現在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有好的戲的話 有讓我心動的角色 我就會考慮去接